台股經歷一天重挫 今天再度復活 攻回萬一大關 政策做多的選舉行情火車頭 這回喊加碼的營建 生計受險 接下來好戲在後頭嗎 近期漲價族群被動原件慘跌 但外資卻在這一波依舊大戰 今天的金錢報獨家揭秘 寫新的外資報告 如何用兩手策略 靠GIS 環球金等熱門股大賺暴力 台股醞釀反彈 行情底氣在哪裡 8月營收被動原件 華新科搶第一公布 股價卻上衝下洗 還有哪些好營收公司 已經有籌碼提前佈局 上漲密碼今天大公開 陸股從小跌到大漲 今天上演拉尾盤戲碼 市場樂觀的最大利多 來自低基奇 而台灣的價值在哪裡 有大陸人一想天開 要賣上海來換 是要怎麼換呢 更多精彩內容 都在今天的 五七金錢報 五七金錢報 帶你了解金錢貝爾的故事 我是曾煥溫 今天現場同樣請教到 四位的雨潭嘉賓 不過關注到 今天的大幅股市在下午盤開出之後 一路的急拉 所以激勵了韓國股市跟台北股市 向上的一個走高 昨天我們已經提醒了這個選舉行情 正式的一個啟動 今天其實還有很多的政策在做多 包括金管會還有行政院以及經濟部 都有相關的利多推出來 另外我們發覺外資這一波來講 都還沒有離場 不過外資有一些這個券商特別奇怪 因為昨天台北股市大跌 最主要是外資麥格里 把GIS跟環球晶的信頻做一個調降 所以我們今天發現 這個外資在現貨進出 以及配合全鎮的發行 竟然有一些陰謀幫大家做一些分析 另外昨天提到低價股 今天仍然是活蹦亂跳 所以接下來呢 很多股價修正變成低基期的個股 有沒有機會呢 進到廣告馬上回來討論 台北股市昨天大跌將近百點 今天馬上反彈了五十七點 因為我們昨天跟大家講 說這個選舉行情正式啟動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相信 這個很多人都是黑這個黑人問號 不過呢 到底有沒有這個選舉行情 我們繼續觀察下去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江坡圖 今天江坡圖其實表現還不錯 早上開高之後呢 先往下衝 不過呢 月到尾盤 這個漲勢月靈利 最後漲了五十七點 量能呢 維持在一千一百五十億左右 重點是 外資還是持續買超 所以我們待會跟大家講 外資其實這一波都沒有走 那合計三大反而是買超了三十五億 不過從今天的極檔個股 來看一下這結構的表現 這個穩貌今天 因為小摩調升他的平等來到兩百八 今天漲停板 而且他的股價位積很低 所以我們之前講的 昨天講的是低股價 今天要跟大家講是低基期的個股 待會秀麗姐會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那另外大力光今天有持續一個大漲 外資調升目標價到了六千兩百塊 之前我們節目中 Arthur是最早跟大家講大力光了 現在外資呢也幫這個Arthur做背書大力光要漲 另外呢昨天殺盤的重心在於GIS跟環球金 因為賣個力把他調降 那今天早盤呢 確實也繼續創下一個波段西低點 可是呢從K線來看 這兩檔都拉出了下眼線 怎麼做觀察 另外呢昨天公佈 昨天盤後公佈的八月營收華新科呢 營收當然繼續創歷史新高 可是呢股價今天開始出現震盪 所以八月營收怎麼搶反彈 待會請教Arthur 那另外呢生計股 其實這一波也算是低基期的個股 因為他除了年初漲過一波之外呢 現在都沒有漲 所以低基部分呢 待會秀麗也幫我們看喔 不過我們現在看一下大盤 請教一下這個秀麗姐 這個臺北股市今天一根的 昨天跟黑街棒 今天馬上一根反彈 我們會想到之前喔 八月中旬的時候 那時候土耳其的危機 也讓臺北股市跌了兩百三十四點 也是剛好禮拜一 禮拜一大跌 禮拜一大跌 禮拜二呢 就拉出一個紅棒 而且接近二分之一的位置 今天也剛好接近二分之一的位置 這兩次喔 做個對比 你覺得什麼樣不一樣 是 剛剛大家一講這個黑紅黑 大家會擔心說明天會不會再黑 但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看到 這一段時間 這個土耳其的風暴 他是帶量灌破年限 所以他是回頭來測試年限 而且是國際市民的大利空 這種利空環境之下 亞洲股市都在跌 所以這樣的一個場景 會不會移到這一邊 還會再來一次 當然不會 因為我們看到 禮拜一並沒有國際性的大利空 是 就一個賣個禮的報告而已 那這個其實並不是一個 大家會去擔心 或者是害怕說這個 像上一次一樣 破年限之後再來的一個測試 因為我們說年限 年限是很黏的線 很少看到一根就解決了 我們看到前面幾次年限 也都是來回好幾次 所以這個破年限之後 當然不要立刻馬上 期待他是V型反彈 就會繼續往上攻 所以他又來回測試了好幾天 在這個年限附近 磨了非常久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 最大的不同 應該就是他沒有測試年限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這一次並沒有帶量的長黑K 所以其實有沒有帶量 昨天的跌還是算量說 因為今天量又比昨天的量更多了 對 所以我昨天在看金錢報的時候 金錢報提到說 大家不需要擔心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假設在這種量價的 配合條件之下 其實並不需要去過度的猜測 說今天會紅K棒 其實本來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不相同 是 那我們看一下秀麗姐準備的 這個資料內容 好 那今天我們在邊做這個資料的時候 就看了指數一直在往上漲 那我也其實非常佩服 我們的製作單位 其實想到的是找低基期 找到的是政策做多 這樣的一個正面能量 給大家做一個思考 那同樣的我們也來看一下 我們來做 其實秀麗姐每次來我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的來賓都是男生 都是我們這些臭男生 我啦老王阿瑟啦 冰冰哥都是男生 難得有女性的分析師 而且秀麗姐在這個業界 真的非常的資深 可是外表還是非常的年輕 所以女性分析師在這個業界 基本上要這個對抗男性 其實不太容易 男生跟女生 我覺得差異性不是那麼大 基本上我講話也很快 基本上也不太像溫柔的女生 所以我覺得第一代的那個女性的分析師 大部分好像都已經不見了 對 對 因為要考證照 所以其實要科班出身 我想這個才是能夠比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能夠屹立不搖的女性分析師 真的不多啊 觀眾有福 對 好 那我們回到大盤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整個大盤 如果大家看到這兩個對比的線 上面是上陣下面是家權 對 那大家其實可以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大家常常看到報紙的頭版 都會常常覺得說 怎麼初一十五不一樣 也就罷了 他常常是前一天大多頭 後一天就變成大空頭 對 光一個國塑賣股票 隔天又變成師大壽險買股票 對 星光經法說都變成是買股票 對 所以大家會很很很怪異的一個矛盾點的時候 我其實透過這兩個圖來告訴大家 當指數出現這種雪風式下跌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看到他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有可能就是賣股票 那再回到台股的這個部分的一個形態上來看 台股今年一整年就測試了年限四次 那受險公司當然就得高出低進 高出低進啊 所以他賣股票不是全部看空 他只是做區間的調節 對 時間上面的調整 那我們提幾個點讓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台北股市 還是維持一個偏多的形態 他的關鍵就是盤間 為什麼是盤間 因為他底部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那雖然高點沒有越過前波的高點 1271 但是我們特別注意到一個重點就是 整個大盤其實是從2016年的1月 一路漲到現在 那那個月K線沒有連續兩個月黑K過 我們如果看月K線的話 他會很清楚的讓大家知道 這個盤是其實還在延續的一個多頭的慣性 這就是從2016年 2016年開始 其實大概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連續三個黑K之後 你看看這一段就沒有再出現過 連續兩根黑K過 一根黑 這個是最強的慣性 多頭慣性 他只要一個月整理完就結束 下個月就可以漲 這個慣性還沒改變 都還沒有改變 可是這個就OTC就是一個弱勢型態 因為他在第四次的時候 我們沒有破底的時候 他卻呈現了連破前面幾次低點 而且這個年限失守了之後 我們看到均線還形成一個死亡交叉 季線跟年限死亡交叉 我們會比較提醒大家 九月份他是第三季的季底作帳 但也有可能延續到第四季 所以如果第四季的行情 在這個時候要做佈局的話 他會去移到大型的全職股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大家 盡量往大型全職股來走 好 如果接下來的佈局 要往大型全職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昨天一直跟大家講的 政府從今年一月份開始 有其實很多的利多 那包括到今天呢 又有三個屬於政策做多 像經濟部呢 他要釋出542公頃的用地 那基本上 這也算是政策在釋放利多 可是大家可以很好笑 今天的營建股是漲英宅股 榮妍跟基泰 是 不過基泰他也有一些建設 對 新案在推出 那很好反正 陽宅陰宅都會動 對 最精最強的 那另外這個金管會 也提到了這個壽險 未來如果他長報的是台股的 某一些 他裡面有提到 像是這個治理成分指數的 公司治理 對 或是說永續指數 我昨天老網友跟大家講 裡面的一些成分股 如果你長長期持有的話呢 他可以採用不同的資本氏足率 因為壽險最在乎 就是資本氏足率 那等於說 他們的這個持股時間可以變長 然後他們屬於長線持有嘛 對 基本上對台北股市就相對比較穩定 另外行政院也提到這個生意要結合AI 所以你發現生意的應該說生技概念股 應該也是政策未來有機會的 那我們再幫大家整理一下 其實今年的這個選舉行情 說真的剩下不到100天要投票 過去呢 我們主要像紡織鋼鐵資產工具機生技金融 零件跟太陽能其實今年以來從低點到這個最近的波段漲幅 其實都不小 可是呢不是只有這樣 我們還預測未來呢 因為最近機器比較低的 譬如說車用蘋蓋機器都很低 航太機器很低 5G機器也很低 這些可能未來政策也會慢慢把這個火車 把它接上去 你怎麼看的確 尤其是在生計這一個區塊裡面 剛剛大家可以不是在聊天的時候提到說 現在大家都在用手機眼睛都不好了嗎 其實生計股當中有這種這個隱形眼鏡的族群 我想在這段時間或許也是大家可以特別注意的 我想這次生計 他其實不只是選舉的一個概念 他其實從延續小英在那個五大政策的時候 五大產業利多的時候 5加2裡面就有 對就持續的讓大家來做一個關注 休息也覺得這個未來政策做多生計股一定不會缺席就對了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跑這個報表裡面 大概在伸展以上的都是 今年上半年能夠交出不錯的成績 而且基本面不錯的 對 全年都是有獲利的 一般來說生計股大家最怕的就是 都是在炒一個夢 這張圖這個股票 個股很多啦 我們待會會把它放在臉書上面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我想其實做區別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先從隱形眼鏡的類別來看 精華跟精可 其實既然上半年都交出不錯的成績 全年預估這個精華有35塊 精可也有11塊 那大家其實可以看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 不只是股價是低基期 或者是本益比相對比較低的 其實大家或許會覺得說 本益比也蠻低的 對 生計股大家會有錯覺 都覺得是買一個夢 沒有獲利 其實大錯特錯 我們其實可以去挑到 本益比並不高的一個主題 精華才19倍 精可才18倍 對 那精可也屬於低基期嗎 我們看一下8406 對 K線 一樣的一個狀態 290跌下來 大家也看到年限的一個灌破 那比較特別的是 最近里昂的一個報告裡面 給他的目標價提高到320 對 對 那320意思就是說會創高 那還不是一個關鍵 很多數字你都背了起來 像我都背不太起來 也是要多看報告 是是是 跟美容醫美有關的 他們的位階都比較高 都比較高一點 線型比較強勢 如果強勢的生計股裡面 當然是以美容保健食品為主 那如果大家想要挑低基期的話 可能就看 隱形眼鏡的一個族群 是 可以當作這樣的一個區分 那整個製藥 我放了最後一檔東洋 其實除了東洋之外 還有保齡 還有成德 成德做的是4123的成德 大家都在期待 他今年的資產重估 那資產重估的一個題材 也讓他在股價之前 公高到了百元俱樂部 那當然現階段 其實是一個亮縮整理的格局 那也沒有看到太多的 在這邊做一個高檔出托 那第一基期除了升級之外 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其他的 那我們其實 剛剛大家可以在節目 一開始的時候提到 文貌就是一個經典的指標 就像你講的 從334跌到134 這已經不是腰斬了吧 也是差不多腰斬 不只喔 超過腰斬 超過腰斬 也是低級期了 所以外資這一次的報告 給到280 那今年賺7塊 明年9塊 其實我說過拉長戰線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後年去了 後年才會實現今年的美夢12塊錢 所以792他們會是一個還漲的格局 所以可能是慢慢的漲 那這個大家最清楚的 記憶力最強的一定是277 那個AVACO的那個價格 所以為什麼外資的這個價格 我一看到280 我就覺得那個大概是為了那個277來的 好那第二個環球晶 對我們看到環球晶的一個狀態 矽晶圓到底有沒有那麼差 那個麥格里的報告講了GIS 講了這個環球晶大家或許就會 在今天早上一路殺到338的時候 可能就開始覺得對他很失望了 可是事實上 都已經收繳了 對拉了一個長長的下影線 那我們會比較提醒大家的就是 環球晶做的其實是簽長約 如果你認為台積電好 你沒道理把環球晶當成谷底這樣打 對沒錯 他就是台積電的上游 那台積電如果有這麼好的一個 未來的潛力7奈米之後 5奈米3奈米 而且高階製程都找他來做的話 我覺得環球晶也不用太過於悲觀 那我們比較建議大家 再看矽晶圓的產業 當然以龍頭來看 那同樣的疊最深的被動元件 我們也會去挑龍頭 那我只講一個重點就是 被動元件的漲價 我們看到華興科的營收出來了 所以國際當然是 應該也是非常好 對那所以整個9月份的月初 我會特別建議大家 先觀察8月營收的行情 然後再來看國際還有一個點 就是今年因為漲價 大家估他今年的獲利數字 大概就是100塊 好大家可以你想想看100塊 現在股價600多塊 那如果他配股配息 按照今年是倍8成 好那你說賺了100塊 公司要去擴廠 所以沒有配那麼多 好我們就抓最保守的配5成 是你明年參加除選席 參加配席 你可以拿到50塊 那如果你600塊進的話 你的殖利率起碼七八趴 是我覺得還是比定存來的好啊 那當然你要去追蹤 就是說你要衡量 你要賺那七八趴的殖利率 還是要賺價差 如果你600塊有這個前提在 然後又可以賺到價差 有反彈的空間 你為什麼要放棄 好非常謝謝秀麗姐 因為這個政府現在做得多 這個基本上就是個陽謀 不過呢這個低七級的股票 這個秀麗姐幫大家整理出來 不過我回到這一個 台北股市如果要繼續漲的話 還有一個不能漏掉就是外資 我們請教一下冰冰哥怎麼看 我們今天很有趣做一個對比 剛剛也是拿這個跟秀麗姐討論到 就是8月中旬這一波下沙 做個對比 這一波下沙跟這一波下沙 到底哪裡不一樣 很明顯這一波下沙呢 外資其實是買超的 而且台幣扁了大概一點一角 應該說只有0.4% 那台北股市跌兩百三十三點 可是這一波不一樣 這個台幣扁比較多 扁的大概是一趴左右 然後台北股市跌了四百五十七點 而且外資是賣超將近一百億 所以我們剛剛講 外資其實沒有走 雖然台北股市現在在一萬億 大家很挫很擔心 可是就告訴你外資沒有走 外資到今天還在買超 你怎麼看 如果就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期貨的角度來看 如果大家記得這一天 長黑care這天的時候 其實外資的整體進多單 並沒有減少 是 他是從小幅增加 對 前一天的四六四八三 增加多少到多少 四六九二二口 增加四百三十九口 對 還增加這邊這個口數 然後呢 這一天 大跌的一個行情價 結果還是增加了狀態 這代表什麼 外資根本沒有跑 再加上大K剛才所講 外資現貨還是在做一個比較 要屬於大幅度買超級重 所以他期限貨還是同步做多 對 期限貨同步做多的時候 你怎麼會做這個行情 已經要開始走空頭了呢 是 而且在今天的一個盤中 如果大家特別看到 市場上的恐慌指數的時候 其實今天行情是怎樣 賓英哥每次都會提醒這個 對 這個 因為今天的整個行 要在哪一個網站看 再講一點 期貨交易所 期貨交易所 然後那個指標叫什麼 叫VIX指數 台值選擇權波動率指數 台值選擇權波動指數 對波動率指數 這一個指數 今天一直在盤下震盪 是 根本沒有任何一個恐慌 群序做一個產生 那就代表什麼 這個行情 這個市場 還沒有到要去破 所謂的季線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在這邊 要去出現像上次 這種一根長黑 可以再打下來的可能性 其實是非常的低的 畢畢哥你從期貨的角度來看 基本上指數 基本上還是沒有這個重挫的情況 不過講到外資 我們剛剛有預告 這個外資呢 其實有點奇怪 因為政府做多是洋謀 可是外資 個別外資好了 有一點陰謀 我們舉例 昨天台北股市大跌 對 就是麥格里的報告 他提到GIS 跟這個環球金 對 所以這兩檔昨天都好像來到 都是跌停板的價位 所以把這個信心都打散了 可是我們發覺 麥格里 所以他的券商 他昨天是調 就是這一波調降 GIS 跟環球金 可是昨天大家看一下 買超 GIS 買超五十張 環球金昨天是買超 兩百一十一張 怎麼降頻 可是呢 卻是在券商裡面買超 洪海更扯 洪海呢 也是在八月的時候 降頻嘛 可是呢 那一路來看 麥格里降頻洪海 卻一路買超 怎麼看 而且我們發覺一個更 吊詭的事情 我們舉GIS KY做例子 GIS KY他裡面 因為他是個人氣股 所以很多的權證 那調降他的麥格里呢 他總共發了七檔的個股權證 可是呢 全部都是認購權證 他發認購代表什麼 他做的是賣方 他等於說 如果跌的話 其實對他是有利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搞不太清楚了 我們看 他發這七檔的認購權證 裡面 像這個 七九夠零一 或說這個八一夠零一 這三天 因為GIS大跌 所以讓他的認購權證 就做多了 大跌 其實基本上 他在權證 是賺錢 因為他做賣方嘛 可是呢 他這邊 現股是調降平等 然後又買超 然後那邊 權證又大賺 這到底他們在搞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人說真的 看電視的觀眾朋友 看外資報告 就想說他在調高 對 還是調降 對 只會用這樣去做一個進出依據 就沒想到他也配合權證 權證的調整 因為他可能會做一些權證的調整 因為 通常來講 他做一個認購權證 他賣出之後 其實他是有風險的 因為他整體來講 他等於是 我把選擇權的權利給你 你有辦法來做執行嗎 我做什麼 如果他真的一直漲上去怎麼辦 其實我賣給你的這個認購權證 我是有風險的 對 所以我只能什麼 因為買認購權證是希望他繼續 對 繼續漲 我們投資朋友 當然都希望他一直漲上去 是 所以 繼續漲上去 相對來講 我賣出的券商就有風險 所以他通常就會什麼 買進我的什麼股票來 做一個相對性的避險 但是你要記住 在9月3號那天是大跌的行情 大跌的行情 對投資朋友來講什麼 是不利的 這不利的狀況 其實他有部分的投資產 就會 停損點到了 我快能把握這個權證 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下跌的過程 其實我買盤相對也不會那麼的積極 所以就造成什麼 我券商應該不需要 這麼多的避險部位 我聽完兵哥這樣講才知道 我們以前認為這個外資報告 這免錢的資訊總是最貴的 沒想到裡面 眉角這麼多 對 眉角還是有一些的 而且你要注意這些券商的風格 因為這些券商到底講的 後面做的事情一不一樣 你要特別去了解 就長期的觀察 這每一個券商報告出來之後 他後續進出的動作是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看法歸看法 做法可是歸做法 千萬不要傻傻說 券商講出來的就一定是這樣 尤其是有整體什麼 時間的風險存在 如果大家特別去看一下 這個我們把它最近從8月27號 到8月30號 整體外資的進出狀況來看到 接下來看到 雖然賣隔離是小幅度的呈現 加碼的狀態 但是你把往時間拉長一點 剛才我們也算給大家看了嘛 是什麼 是賣超的 但是這邊呢 你看這些券商 這些國外券商 全部都成為大幅度賣超的格局 顯示什麼 你在這個時間點 人家外資就已經先做動作了 你知道什麼時間才知道 9月3號 對啊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就已經有 時間先後的落差了 所以以後看到外資報告 第一時間不要太興奮了 真的不要太興奮 還是先慢慢的來觀察 他後續的動作 那以後外資報告要怎麼看 怎麼看呢 其實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第一個 大家先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目標價這個東西 因為外資的目標價 其實是未來12個月的目標值 一年 整體一年的目標值 他並不是在那裡操作什麼 短線 所以你提到長期觀察 至少三個月的外資進出 持續去看他的進出狀況 尤其是從 他發了某一檔股票的利多 但是你要去觀察他過去 三個月的進出的情況 過去三個月 或者是從這天開始 往後再算三個月 就是這些先看完之後 再來看什麼 記住大家眼睛才是真的 什麼樣的眼睛才是真的 價格才是真的 價格你要看到這樣的情形 這樣的情形是什麼 你只要很簡單的 把一個高點 跟一個低點先找出來 對 那我們不要急 因為我剛才講的 外資券上的目標價是什麼 12個月的 所以等什麼 等看到這樣的情形 就是原本的高點 去做一個突破之後 原本的壓力 再去壓回 變支撐 對壓力轉支撐 那我們舉一檔股票做例子 對 也舉一檔股票做例子 下一張 來大家看看 對 就是這一張 台晶做例子 台晶今天這個 曝光率很高 而且相當的強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很簡單 你把最近畫一個高低點的位置 原低點在這邊 對 原高點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這是一個盤整區 盤整區之後很明顯 向上突破了 而且用跳空的方式突破 跳空突破 然後有沒有回來測試 還沒 有 這邊開始進行測試 有接近 這邊有開始向下測試 向下測試之後 你只要等什麼 等這一根 這根紅棒是你自己畫出來的 對這根是我畫出來的 怎麼跑出這一根 怎麼跑出線外對不對 對 就是等這一根 這一根出現的時候 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你其實的風險相對小 你知道嗎 你如果假設 買在這樣的一個附近 你的風險是什麼 從原本的 停損點就設了這個原本的高點 高點到這邊而已 所以這樣的一個高位 你再往下一點點 因為不要設整個高加支撐的地方 這個部分就是你的 停損空間 對 那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都能夠很快速的接受 而且不用什麼 不用說到底 我該何時介入這檔股票 好這個 聽完這個低期期 以及這個低價股之後 接下來呢 投資人可能你想要搶反彈的 這個唯一的利基點 應該跟八月營收有關 八月營收 我們來請教一下阿瑟 這八月營收說真的 有一些族群大家已經知道 他的八月營收一定會好 可是呢 搶反彈到底怎麼搶 我們先講一下華新科 華新科呢 當然昨天剛提到 盤後公布的八月營收肯定歷史新高 像國際應該也是 可是呢 你發覺 他這一波來講 融資其實增加不少張 這一段融資不斷增加 可是呢 沒想到營收要公布的昨天跟今天 這股價是呈現一個拉回 所以說 這個想要提早進去搶反彈的人 我們常講說搶反彈跟搶帽子一樣 你不要帽子沒有搶到 搶到一個襪子 就是這個搶進去就今天這兩天跌下來 南亞科一樣 你看 八月營收歷史第三高 一樣喔 之前融資已經開始先進來 可是呢這兩天股價就不表現 那像一家就不一樣 一家八月營收三年新高 可是呢 沒有人繼續搶耶 融資一路減 果然就一路漲 所以這個呢 就不太一樣 那台聖科 新群還沒公布 可是他的營收應該也是有機會創新高 那融資也開始增加 所以未來怎麼表現做觀察 另外新巨科跟泰鼎同樣都有融資進來搶八月營收 因為營收都是幾乎都是五十五個月新高 歷年新高 可是這兩天都掉下來 所以用八月營收搶反彈 到底怎麼做一個切入點 上禮拜二我來五期清潔報 剛剛好大家可以為民請命 剛剛好問的又是華新科跟南亞科 而且當天兩支股票通通爆量 但是在反彈當中的一個初步的一個階段 爆量絕對是不好的 所以說從上禮拜二一路的一個盤跌到今天 那今天現在有一個消息出現了 八月份營收歷史新高連增兩百一十二趴 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 但是能不能夠反彈 各位你要來看到之前的一個融資 這一波的什麼一個增加 其實以短線上來講的話 股價下沙 他並沒有有效的一個減少 對 昨天融資還在增加 換句話說那都是套牢的籌碼 可是呢也不是說沒有解 也就是說像今天的一個華新科 又出現了一個大量的一個情況 比上禮拜二的一個量還要來的大 是的 今天又出現大量 這一波反彈來的最大量 是的 所以說如果有密集出現大量的話 如果能夠加上晚上的一個融資 有效的一個減肥 代表這邊一定是大股東出場了 也就是說大股東進場 也就是說融資開始在出場了 所以說我個人是覺得說 如果出現密集爆量的話 代表公司派可能非常積極的一個做多 要來承接這一些散戶的一個籌碼 所以華新科就是看未來的量 最好這個慢慢的增加 我一直認為被動元件的一個指標 一定是二四九二的一個華新科 其實以整個型態學來看的話 他比國巨還要來的強 雖然說國巨的一個股價還在高檔 但是我剛剛也講到一個重點 也是大K為名前面的一個重點 既然是強反彈的話 如果投資朋友你要來做進場 當然就是市價進出 而且這種反彈的話 沒有什麼定價跟仰波段的 你今天反彈的結果就是有賺就要跑啊 也可以這麼說啦 所以說甚至於說不鼓勵當衝 你搶反彈就是完當衝吧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啦 那如果用波段的話 其實像二四零八的一個南亞科 他的營收還是非常好 但是他的股價跌跌不修 為什麼 因為整個市場的業界已經看到 明年的一個低院報價可能會往下滑 這一點我等一下在整個的一個 半導體的一個產業 我會跟各位來做一個說明 那當然再包括這個溢價好了 一家的一個股價 為什麼會有一個圓弧底的一個往上拉 當然最重要因為他股價低 股價低的話 融資又在一個低檔 所以說很容易啊 來進場來做一個短線的一個操作 對 所以說整體來說的話 其實我個人當然不建議去搶反彈 但是如果投資朋友非要在這個熱頭上 去做一個沾一下醬油的話 手癢的話 當然是極短線操作吧 對就快進快出吧 好另外講到電子股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瑞幸的科技論壇 那其實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阿神幫我們解讀一下 好 他總共有一百一十四家的企業被邀請 那當然這個參加的這個法人客戶 會去報名說我要參加哪一場 就去年的排行榜 前十名是這些 大家看一下 大立光台積電聯發科 然後跟台灣有關的文貌可稱 紅海跟美綠 這去年的排行榜 是的 可是今年的排行榜 大立光跟台積電還是維持在熱度最高 所以大家對平概股還是非常的熱衷 那文貌也算平概股 去年在第五名 今年升到第四名 不過聯發科從去年的第三名 掉到了第五名 那可曾跟去年一樣 熱度是差不多 不過呢 紅海跟美綠 既然在今年沒有人要 就沒有那麼熱肉 想要參加這兩場的這個說明會 反而掉出十名外 誰進來了環球金進來了 不過剛剛秀麗姐幫大家解釋過 所以從這邊你看到什麼樣的一個 法人的看盤重點 那我個人跟各位講 整個的一個半導體的產業 你一定要來特別的留意 尤其之前外資法人 有調降半導體的一個什麼 一個預估 造成目前的一個什麼 一個應用材料都一直在跌 這是美國股市一直在跌的 一檔半導體的個股 但是整體來說的話 2017年 整個半導體的一個產值 是4197億 他是大概可以年成長22.2% 那在今年的話是預估 原先預估4510 是成長7.5% 是有點趨緩 但是據我們台灣的支撤位 目前有來做一個可能性 又調高了 調高到4,700 可望放大到15% 所以說整體來講的話 整個半導體的一個產業 比想像中還要來的樂觀一點 沒有那麼的一個悲觀 那整個半導體的排名 各位也要留意 為什麼台灣要舉辦這個半導體的一個大廠 因為台灣在全世界來說的話 美國2164億 韓國868億 這是去年的 台灣是805億 各位你要留意 中國已經追上來了757億 但是這是去年2017年的 以今年來說的話 整個中國的一個半導體來講的話 他去年750億 今年是900億 而且今年這個900億很重要 你來看台灣好了 台灣去年是805億 還贏中國757億 但是今年整理來說的話 台灣只剩下 今年輸給大陸了 對有可能會輸給中國大陸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會竄上來 而且中國大陸有可能連韓國也超越 變成世界第二大的一個半導體 那當然整體來講的話 台灣今年還是成長了一個6%左右 預估 那當然在低潤方面的一個產值 我們個人等一下可以跟各位講 也就是說包括no flash 怎麼 這是我比較擔憂的 尤其法人圈 你看像2408的一個南亞科 貨力那麼高 為什麼會這樣一個衰退 其實低潤的一個產業在明年 可能會遇到非常大的一個瓶頸 這有時間再來做一個補充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應用材料 為什麼一直在跌 因為半導體的資本支出 都有慢慢的在縮手 在去年的話是935億的一個美金 年成長37% 今年只剩下1,020億 但是中國你注意看 2017年它是82億美金的一個支出 年成長17% 今年是110億 明年放大到173% 所以說它的年成長率都能夠在四成以上 大幅快速成長 所以說中國的一個崛起 現階段才是要重要的一個 什麼一個要留意的 但是在台積電方面 之前在中國有一個 有一個電影叫做厲害了我的國 我覺得現階段可以把它定義為厲害了台積電 厲害了我的台積電 對因為這真的是台灣之光 跟大力光一樣都是台灣之光雙雄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什麼叫7奈米 7奈米相對於10奈米 代表它的密度增加了1.6倍 那如果7奈米跟之前上一個世代的16奈米 是增加了一個2倍左右 那換句話說 10奈米跟16奈米 僅僅只增加40%的一個密度的一個力量 但是代表這個7奈米比10奈米的一個困難度 是增加的一個非常多的一個情況 那為什麼要這樣來 密度更高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一個比較 去年台積電2017年10奈米的一個製程 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才佔整體的總體營收增加了17% 但是今年的一個年中 台積電開發說會的時候 他就已經明講 7奈米的一個製程 對於今年台積電的營收 他可以佔20%以上的一個營收 換句話說 7奈米在當時6月份 就已經跟各位說 比市場上還要超乎樂觀的預期 那如果說未來這個7奈米的plus 也就是說7奈米再進化 對跟台積電現階段已經開始在設新廠 因為台積電預估2020年要5奈米來做一個量產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購置新的一個基台 那這樣子會有相關的概念股嗎 其實我現在 還是注意台積電就好 剛剛包括我的學姐秀麗學姐 還有冰冰哥有講 都是集中在這個台積電身上 原先認為這是一個標準的一個導狀反轉 但是你看近期的一個股價 315塊的一個目標價的一個動作 好 非常謝謝阿瑟的一個評論 這個台積電未來可能還有機會往上衝 不過今天這個亞洲股市最強是大陸股市尾盤 應該說一點鐘之後開始做個急了 所以現在全球股市積極最低的大陸股市 到底從ETA怎麼做介入呢 我們今天廣告再回來討論 我們前面一個階段聊到這個政策做多 所以第一股價跟第一期的個股都有機會做表現 不過從全世界的股市來看 目前基期最低的就屬大陸股市 我們先看一下大陸股市 今天的江波圖 從下午一點鐘重新開盤之後 就一路的急了 那最後漲幅是百分之一點一 那我們看一下日K線的部分 其實表現得也很不錯 這個低檔越來越高 而且高點有過高 然後低檔都有手 所以大陸股市可能大家都很想要去做一個摸底的情況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穆華哥 大陸股市說真的基期很低 我們抓月線最明顯 上陣的月線現在指數位階在這個地方 長期的低點 而且花條線上來了 也差不多來到上升趨勢線 另外大陸股市今天其實各個板塊都有動 你說升級也好 還有軍工啊 還有這個雲端 甚至軟體概念股等等 甚至因為中國大陸最近不是有這個豬瘟嗎 所以很多的農糧股 這個食品股也都動了 不過呢 當我們一直在抓大陸股市的低點的時候 其實呢大陸的這個股民啊 之前呢有一篇報告還蠻有趣 他提到說 因為之前不是很多這個中美貿易戰 以及入股不斷的下跌過程當中 既然有大陸網友開始說 應該賣掉半個上海來買台灣的相關的各國 他舉了例子 台灣 他們說台灣省啊 這個電子業的隱形冠軍很多 比如說呢世界第一的有什麼 主機板 這個PCB的部分 百分之九十八 NB呢百分之九十三 LCD液晶顯示器七十七 晶圓代工更不用講 百分之七十 其他包括世界排名第二的 有IC設計有DRAM LED等等 甚至這個撥籤布 其實他們看好台灣非常非常好 對 就很有趣喔 台灣人呢想去入股抄底 可是呢 入股 你看大陸的股民 又覺得台灣的股市也很不錯 這大家常講是別人的老婆比較好 對 入股現在有機會做抄底嗎 你怎麼看 這基本上啊 這叫做外面的月亮比較圓 這全世界都是這樣的心態 那入股呢 我個人認為啊 現在目前的位置啊 雖不重亦不原已 應該離低點不遠 或是說呢 其實這附近應該就是低點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陸股已經跌破十年線了 那大股跌破十年均線 你覺得這個市場還能再跌多少 而且呢 今年是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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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空不斷 我們常講底部 基本上是利空出來了 絕對不會是利多打出來的 所以說這個觀念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朋友一定有 那至於談到說 大陸網民想要買下台灣 那基本上我覺得大陸啊 對台灣最掉口水的是這一個 晶圓代工 晶圓代工 為什麼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幫各位準備的資料 是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晶圓代工 台灣台積電當然就是龍頭 你可以看到台積電的營收啊 已經是要破造新台幣了 對 那市佔這個才是重點 就是全世界在晶圓代工裡面呢 台積電的市佔是超過一半 幾乎這個贏者通吃 基本上 它就是有壟斷的一個地位了 那當然 所以歐盟現在 針對台積電發動反壟斷調查 這個是台積電的一個隱憂 不過我不認為它會影響到台積電的地位 那另外我們剛剛講到台積電 是台灣的冠軍以外 事實上台灣還有很多冠軍 真的嗎 第一個 各位看到這個很有趣 197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是台灣人手機年多度世界第一名 也就每一天 197它單位是什麼 分鐘 每一天上網看手機 差不多快三個小時 差不多三個小時 對啊 你看台灣人眼睛會不會有問題啊 對難怪台灣人眼睛真的不太好 最近眼科生意真的很不錯 像我岳父 他這個白內照要去開刀 在台大掛不到號你知道嗎 要凌晨大概四點半五點 就要去掛 就要去排隊 現場排隊才排到 對那是要排當天的門診 排到之後呢 開刀要等三個月 才輪得到他 這個就是所謂現在眼科 這個生意真的是車水馬龍 你知道嗎 台灣的獸醫啊 開那個狗的白內障 一顆要七萬塊 所以說獸醫很賺錢 連狗也要開白內障 連狗也要開白內障 而且一個眼睛是七萬塊 兩個還要十四萬 另外我們看到 其實台灣在屏東有一家公司 叫做永大食品 不是坐電梯的那一家 不同公司 這一家可以講說是檸檬王 他一年要炸1500噸的檸檬原汁 你看到多少檸檬啊 然後呢這個原汁可以共三萬杯 這個 手搖引都要用這個檸檬原汁 大陸朋友啊 你喝的檸檬汁啊 都是台灣來的 為什麼像德克市 大陸的德克市 都是用這家永大 這個是炸之王 另外呢 他沒有掛牌 他沒有掛牌 另外這家公司呢 薛長新工業 薛長新是做潛水衣啊 全世界十大品牌的潛水衣 前面五家 百分之百訂單下給他 然後另外四家 百分之七十的訂單下給他 你覺得你買不同品牌的潛水衣 有什麼意義嗎 沒有意義 今天報紙有寫啊 這個網球拍跟羽毛球的那個線 也是台灣廠商在做的 沒有錯 所以台灣有很多啊 特殊的公司 而且他其實 不見得名氣非常響亮 比如說像這一家叫做泰森 泰森 做紫尿布 尿布王 他一年做1.3億片的尿布啊 大概堆起來 差不多是2000栋 101這麼高啊 大概 這有掛牌嗎 這個好像他在申請掛牌吧 還是說已經上櫃了 我們可以查一下 那這一家公司啊 過去也是大家不太知道的公司 但是呢 他其實是打進東南亞的 第一直尿布王 所以說台灣隱形冠軍真的很多 那接下來呢 陸股到底怎麼看 陸股我們剛剛講的 不是跌到十年線跌破了嗎 那基本上大概低點 也就在這附近了 也許貿易戰再打到下半年 到年底會更劇烈 那可能對陸股的打壓 或是說往下壓的力量 還會有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 但還是利空足底有機會 我認為就是說 這不斷的 這一連串的利空 終將把陸股底部 在今年的年底 或是說明年的上半年 淬電出來 對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抱持了一個三年五年的一個 比較中長期的一個投資的話 其實呢 這邊你買到陸股啊 應該不會是讓你會失望 對 慕華哥講到一個重點 今天我們講陸股 不叫你今天馬上去買 可是以長線的角度來看 陸股確實是一個低檔有機會 甚至你不管用定時定額的方式 對 慢慢的買應該 放個五年時間都有機會 沒錯 就是要看你到底要買什麼東西 以及怎麼買 這個方法是什麼 以及買什麼標的 那當然在台灣 你要買陸股 你可以買這個陸股的基金 大中華的基金 或是說A股的基金 或是說你可以買 最簡單的 就直接在牌面上 買所謂的指數基金 ETF 就是交易所的指數基金 就是ETF 台灣這個掛牌的ETF 二十幾檔 到底要去怎麼選 是讓我幫大家 做三個分類 那第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單日正向兩倍 跟單日反向一倍的槓桿式基金 就是會寫這種兩個叉叉 二叉 或是說反 或是說你看到它代號 有一個R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槓反 槓反基金呢 我是絕對不建議啊 你持有太長了 也不是說你絕對不能買 譬如說我今天看到行情不錯 或是說最近這一兩天 路股開始反彈了 行情不錯 你去做一下槓反 做一天兩天三天的交易 是可以的 短線交易是可以的 但是你長期持有 你肯定虧的啦 因為它的摩擦成本非常的高 再加上這些槓反基金啊 它要去每天調整部位 那調整部位 一定有買賣的價差 跟買賣的手續費 所以說呢 相對而言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到 這些槓反基金 它的跌幅啊 其實都超越大盤指數 而且這個不管是兩倍的 或三倍的 因為它裡面會有一些這個 應用到槓桿 所以會有選擇權或期貨 所以會有這個時間價值 對 所以不適合做長期投資 是 那另外呢 第二類就是所謂的投資中國 境外技術的ETF 譬如說很有名的保護生300 BP上陣50 那這個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呢 它今天 模擬的這個指數啊 它是直接去買 譬如說在香港掛牌的ETF 買人家的ETF 買人家的ETF 它就是去這個模擬複製這個指數 所以呢這個我們其實呢 也不是太建議 也就是說 所以你最建議的是 我最建議的 直接境內A股連結的 沒錯 它直接70% 現在目前大概是70%到90%的資金 它去直接買A股連結的股票 就是我們這個 所謂 這個框架指數裡面的這些 成分股 那這樣子的基金呢 我等一下給各位看 事實上它貼近大盤的成分 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呢 就因為 入股不是今年入模嗎 那入模的話 它的這個資金會不斷的 從海外進去 所以我們也可以特別注意 MSI相關的指數 大肯你知道MSI所編制 有關中國的指數有多少嗎 200多個 200多個 天啊 你想想看了 它這個200多個你怎麼選 但是我跟各位講大概就幾個是比較重要 比如說 MSI中國指數 MSI中國A股指數 MSI中國A股國際通指數 那或是說 這一些我們看到 比較常出現在檯面上的指數呢 是最主要的標準 那選對選錯差很多 比如說給各位看 MSI中國指數去年2017年它漲51% 所以去年買到這個指數連結的基金賺翻了 對不對 對 今年跌多少 今年以來跌10% 表現得好不好 很好 對不對 相對好 因為你剛剛看到大盤 這個基準大陸的官方指數 不是跌兩成 就跌了這個15%到 這個14%到18%了 對不對 它只有跌10% 那去年漲50% 所以呢可以特別注意 MSI中國指數連結的指金 那另外呢 MSI中國A股指數 你看多了一個A股 差很多 為什麼 你可以看多了一個A股 它去年漲不到兩成 對 今年跌多少 今年跌了快七成 漲比較少 跌比較多 對 因為它跟入股的連結度是更高 對 所以說也就是說呢 它所取樣的範圍 框架的指數內容 以及它的這個成分股呢 就是差很多了 所以千萬別選錯 好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到 剛剛不是在談嗎 這個槓反的ETF呢 只能可能一天兩天的 這種比較投機的短線持有 比如說給各位看一檔 這檔是成交量非常大 你看到它今天成交了一萬多張 這個到我做這個報表的時候 還不是收盤 對盤中的時候 這個盤中的時候 就已經成交了一萬多張 這個富邦上陣 正2K 各位可以看到它今年以來 跌多少 我們剛剛講這個大盤 大概是跌兩成不到 是 它居然跌了30% 就是大盤跌20% 但是它跌了30% 所以說你這個正2 如果你報了很久的話 你不是虧死了嗎 對這標題喔 這導播要帶一下 這就是穆猴哥的重點 這個槓反的ETF 只能做短線 只能做短線喔 千萬不要常報 這個就是今天的關鍵 非常關鍵喔 因為它的這個操作成本非常高 對 那另外你要知道這些正2啊 槓反啊 它的 我們一般這個ETF三種費用 經理費 保管費 還有那個 這個手續費 對等等的費用 經理費保管費 所以這些費 信託費 這三種費用 這三種費用 一加上去可能就1.5%了 而且它是每日扣淨值的 所以說 也就是說你報一天 你這個 就要繳這些錢 就是要扣在淨值裡面 比如說要調整持股 你就要繳這個費用出去 是 就算它不調整持股 你還是要繳這個費用 是 那另外元大護身300正2更扯 今年這一檔呢 跌了36% 跌了36% 從年初到現在 那這個 那你說 那我去買反向的 不是賺錢嗎 因為入股跌我買反的 不是賺的嗎 做空的 你知道嗎 元大護身300反1 這個今年漲多少 今年只有漲12% 只有漲12% 它也跟不上那個 整個基準指數的 跌幅是20% 可是它是漲了12% 所以也就是說 這種槓反的 大家一看這種績效 就知道了 這就是白紙黑字 就 不需要去懷疑它 所以要抓這個 越貼近大盤的ETF越好 沒錯 所以我介紹大家三檔 這個ETF 如果要跟隨入股的話 第一個呢 富華的 這個FH的護身 這個ETF 這檔ETF 它比大盤還少跌1% 抗跌 而且它 這個完全貼近大盤 它的追蹤的情況非常好 另外 富邦上陣 這檔也不錯 它也比大盤少跌1% 另外呢 元上陣這檔 今年只有跌13% 是這三檔裡面 跌幅最少的 而且呢 它也比大盤基準指數 它所追蹤的少跌1% 這個是基準指數追蹤14% 那這個基準指數追蹤的是跌18% 他們也都少跌1% 所以說 表現都比大盤來的好 對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 買到了這樣子的ETF 那大概你也沒有什麼好萬坦 因為那個是 你為了要做長線布局的話 不管用定時定的方式 這三檔是慕華哥覺得最有機會 完全就貼近大盤 我們要的就是公允嘛 對不對 我今天看錯市場 我認了對不對 但是呢 我今天看錯市場 我還賠比較多 那我就不認了嘛 是 那另外呢 我們在買ETF之後 我們要注意流動性 那流動性這件事情呢 由兩檔ETF 跟或是說 這個MSI的相關的基金 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是ETF 然後這邊是基金的部分 這個這檔是基金 這個還是ETF 台新MSI中國的ETF 這一檔ETF 00703 這一檔 它今年只有跌8% 跌這麼少 對啊 它只有跌8% 對啊 年初到現在跌8% 可是呢 你看到它的成交量 只有200多張 所以也就是說 你一旦去買這種ETF的話 你可能也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它的流動性 當然我相信啊 台新它會去做這個 這個買賣單的掛價 那另外 這個i 你可以再買郡外的 iShare iShare這檔 這個MSI中國指數基金 今年的跌幅也只有11% 對 所以iShare iShare這檔也還不錯 另外呢 這個是MSI中國基金 這個是基金 這個就不是 我們剛剛講被動 這個交易所指數型基金 這檔基金 今年也是跌8% 那千萬別買三倍了 對 只要有兩倍三倍的 都不適合做 都不適合做 我已經可以做到